看好情人节逐渐演变成 所有人都可以欢庆的节日 东区花店老板Penny表示 现在就连小朋友也会打电话来 预定可爱布偶 搭配美丽的鲜花一起送出去 看到这些布偶 玩偶 我们很多客人他好像他来买花 也许家里还有别的小朋友 那可能小朋友不会拿花 他就会买一盆花也许送给太太 就买个小布偶送给自己的女儿 或送给自己的小孩子 就很开心 所以我们在花店就看到 有时候我们会提供这些不同的 母亲节 情人节 这些东西都是等于搭配 也是很被欢迎的 很多客人还是会这样选择 包括气球 有些时候我们情人节进来 他可能觉得花很贵 他就买一枝花 买个气球 买个熊熊 他女朋友也很开心 除了华人喜爱的港包花热销之外 多数主流人士喜爱的款式 还有搭配满天星的三枝玫瑰 由于颜色各异 包装精美 不仅满足了消费者送给爱人礼物的心意 且价格也非常实惠 很多客人会说我买三枝花 因为我们就跟他讲这三枝叫I love you 那I love you呢就是一来也是 有些让客人说如果我没有这么多的预算 我三枝花也很漂亮 这种花包起来很像礼物 还有一些小男生小女生互相送礼 这个颜色可以选择 但是很多人非常喜欢 价钱也很好 然后送给人家人家很开心 拿来手上也不觉得笨重 所以这个花在一般的日子需求量也很大 尤其情人节的时候我们卖很多这种三枝的 他们说I love you 表示这个花语是我爱你 而且上面有亮晶晶的细节很亮眼 对这就是让他们可以维持久一点 颜色不会变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所谓的港包 Hong Kong Roses 然后Galated Roses 他们叫的方法很多 但是很受欢迎 所以这三枝我卖得非常好 就希望大家给自己旁边心爱的人 不管是自己的太太 老婆 自己的女儿 自己的妈妈 献上一份心意 不管是花什么钱 在这一天 在平常也一样了 对他们nice一点 然后多说一点好听的话 不管你送花或是送任何东西 都是一个心意 所以我希望大家有个很快乐的情人节 每一个人每一天都过情人节 谢谢 全国领售联合会统计预估 高通膨影响下的2023年情人节开销 将有机会达到260亿美元 且依旧以巧克力 贺卡以及鲜花 是最热门的节日礼物 东森新闻团队 洛杉矶报道